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搜救人员严峻的面孔令人绝望 现场出了偶尔的哭声 几乎没有说话声 幸存的法蒂玛回忆 地震在几秒钟内摧毁了整座镇子 这更像是一场巨大的爆炸 而不是地震的震动 法蒂玛在这场地震中已经失去了10名家人 据摩洛哥内政部11日统计的数据 地震遇难人数升至2680多人 另有2500多人受伤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